这是最新的弹仔岛吗 弹仔岛的最新变化 我来告诉大家 最新弹仔岛的变化 第一个快看呀 商店背景改版了 官方这个变化我觉得 非常棒 直接点赞 毕竟是商店呀 官方在商店里摆放了弹仔岛所有的弹仔 在大弹仔的后面摆放了很多小弹仔 这是第一个变化 众所周知 在以前在大黄弹的左边是弹仔排队的小飞机 小飞机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注意看 在盲盒机的旁边有一个电梯 当我们弹仔走上去 这个电梯就会上升呀 这样我们会来到弹仔岛的第二层楼 小伙伴们快看呀 弹仔岛的红色小飞机改到了 二楼 并且官方在飞机的旁边放置了灯梯 我们站在这上面一跳就可以到达小飞机上 这是弹仔岛的第二个变化 小飞机位置发生了改变 弹仔岛的第三个变化 官方在路上修了很多彩色的砖 你们看喷泉官方重新修缮了一下 这样的喷泉看起来是不是更美观了呀 伙伴们第三个变化 就是弹仔派对的地面重新装修了一下 弹仔岛第四个变化 快看呀 伙伴们 我现在走的方向是虚空呀 官方把虚空的位置修成了彩虹跑道 小伙伴们 我们开着车可以在这里进行比赛 这里有四种颜色的赛道组成 小黄 小蓝和小黑 伙伴们 这是弹仔岛的第四个变化 弹仔岛的周围出现了彩虹跑道 对了 小伙伴们 我想问你们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弹仔宝宝第五处变化呢 如果你发现了 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